如果一个合格伴侣的评分标准是十分 你会给对方打几分 今天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周先生和刘女士 一起参与了这样一场打分互动 周先生眼前摆着的十根小木棒代表满分十分 他会给自己的妻子打几分呢 给他打几分 因为他对这个家付出各方面都还可以的 就是觉得他脾气要改一点 周先生毫不犹豫地拿起了九支小木棒 还附加了对妻子很高的评价 那么妻子刘女士会拿起几支小木棒 给周先生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我一个人都不想拿 刘女士的反应令人很意外 他对周先生直接打出了零分 甚至还说出了这样严重的话 被婚姻我彻底死心了 周先生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合格 惹妻子这样恼怒和心寒 是沉迷玩乐 还是不懂爱和体贴 听完了周先生的所作所为 观察员们痛心疾首 纷纷把问题指向了他 你以后再被动一次手 我觉得都没有不能给你机会了 为什么给你机会 越想越生气 三无男人 没有责任心 没有人情味 更加没有羞耻心 今天周先生诚心悔过 想要挽回妻子 这些年他在我家里 痛苦痛都是有 他的悔过还来得及吗 刘女士想彻底脱离这段婚姻的苦海 又能否得偿所愿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 我的零分丈夫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欄由苏萨 声榨约之指定播出 自然新鲜与挚爱分享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周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她说我无敌气 然后三十多年 我就想到这里来 说个明白 我那么辛辛苦苦 为这个家 到这里来 还这么平民地把我 我就想离婚 她不肯 每次都说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每次都是你的错 你还不承认错 现在我 我坚持要来 不能的话 我离了婚 还说我不好 就是离也得离得 心服口服 对 我是希望老师和专家们 帮我们调解一下 我们各自的缺点在哪里 吵起来 上方肯定都有一点 但是我的错多一点 都希望改正以后 能好好过下去 你平常在她面前 会说我的错多一点 这句话吗 没说过 所以就很奇怪 你明明对自我有一定的认知 可是却就不在她面前表达 假如说我错了 要说一下 要我知道 不要让我猜 她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错 都是错在我这里 调解才刚刚开始 周先生便急着忏悔错误 但显然 刘女士并不想买她的账 而且直言 丈夫平时的所作所为 跟今天根本不一样 仿佛周先生 只是戴着一副假面具 在说着乖巧的话 刘女士隐忍了三十多年的委屈 就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 到底是什么 让刘女士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首先让她饱受刺激的 便是周先生 有一颗有恃无恐的玩乐之心